儿童新闻联播 你们这么燥 你们老是知道吗 儿童新闻联播现在开始 我是小雅 我小虎 我们小学生马上就要考试了 说两件事给大家打打气吧 首先呢 一个刚刚30岁的女博士后 什么是博士后啊 我只知道博士 比博士厉害的就是博士后呗 这个博士后叫英匹伦 刚刚被联合国校科文组织 平上2015年的世界最有潜力 女科学家 是世界第一吗 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吧 我说的是女的啊 重点是请注意 她说 我从小到大都不是学霸 成绩呢 就是中等天上 姐姐 什么是学霸 就是学习最厉害的那个人 哦 我知道 恐龙里最厉害的就是霸王龙 是的 你要有兴趣 你还要坚持 你就可以成功 就可以博士后了吗 yes 这样想想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期末考试也可以考好呢 接下来我还要说一个新闻 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一个96岁 零200天的日本老爷爷 终于拿到了大学毕业证 什么意思啊 就是这个老爷爷 这个老老老爷爷 终于从大学毕业了 他叫平田凡石 奇尼斯 世界记录就说他 是世界上年纪最大的大学毕业生 他说 如果我活到100岁 我就去读研究生 那他还看得见吗 用放大镜啊 最重要的是 那么老的老爷爷都可以坚持 我们也可以 姐姐你先坚持 把你今天的作业做完吧 我都做完了 你不要再开小差了 弟弟 我们还可以说话吗 可以 你说吧 而同学龙波还在继续 明天就是夏至了 夏天来了 也没跟我说 那现在不就来了吗 夏至是北半球一年当中 是白天最长的一天 那我明天是不是不可以睡觉了 白天最长又不是没有晚上 你会比一天还要困的 反正明天开始 素衣热的时候到了 我们的身体要烧烤了 我要吃十根冰棍 我要吃一张根 儿童新闻联播就到这里 我是夏亚 明天见 我去吃 多根 冰激凌 我比你吃的还多 我要吃一万根 一张根 安童新闻联播 由宝宝加油 安童电台独家制作不出 哦对了 他们童童正在敲包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